上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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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2月7日 莫散比克大愛村移交 原住一代气垣受灾户 辭基于重灾区所法拉省 原建四座大爱村 3000多户水泥房 7日在亚马俊提卡镇 恩加大爱村 举行第一批12户移交仪式 首拼入住的受災戶 以老弱 殘病 无工作者为优先 库拉大爱村也在12号 移交17户 大爱村的原建工程一波三折 2019年已与政府签约完成 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接连又有气旋来袭 加上通货膨胀 动工新建延宕三年 到2023年共移交101户 在施工中的有1000多户 2000多户则是已通过设计 等待动工 2017年12月7号 原住0919墨西哥地震灾民 曾经展开劫难救助方法 7号到9号 在特拉瓦克市 霍奇米克市 共举办三场物资发放 为3889户送上物资卡及毛毯 并提供疫诊服务 像这种气团病 引发气团病的话 就是说 针灸的话 就很容易让它反省 我已经可以呼吸一会儿 我说我会痛到我头 我会痛到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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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痛到我 2017年9月19号 墨西哥遭遇7.1强症 症后第六天 此季抵达墨西哥堪灾 12月7号展开赈灾发放 到隔年的1月中旬 共举行十场发放 为10840户家庭 提供590万 7676美金的物资卡 我想感谢这个团队 认为7月7月 在这个众家庭上 谢谢 谢谢 1986年12月7号 花蓮慈激医院社会服务室 成立志工服务队 并定名为慈激服务队 召开第一期训练大会 并于15号正式入慈院服务 慈激医院在8月17号起夜 同年12月为周全照料病患 由慈激委员组成志工服务队 病房服务是特色 行动图书 佛堂红法 以及出院后的关怀 皆是志工步步摸索而来 不只是医与病 还要医与人 如何让病人身心安住 也慧美此即以首位医疗志工 日日以愿为家 守住与圣人的承诺 他说你要把我接 你要把我接当委员 那时候我实在很不忍心 我想一个生病的师傅 怎么出来跟你讲这些话 承诺的事要做到底 既然答应说当志工 答应做委员 那这个是一种使命嘛 踏入病房 走入家户 此即医疗志工已是全台 此即医疗网不可或缺的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